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他從跟我見面來 從頭到尾 他都非常辛苦 而且別人可以穿外套 他不行 因為他是演一個女鬼 愛漂亮 所以穿的不是短的 所以很冷 我們都看到他起劇好陪 但是演得非常棒 非常棒 演到最後的時候 跟梁修生他們互指的時候 才把這場戲看到 差一點就哭出來 所以謝謝導演 也謝謝編劇 不錯 很棒 很棒 也謝謝各位參與 特別是因為又冷 又要在外面吹風 那時候又幾天 天天下水 大家冷了 快死 我腳都硬掉了 我們小孩放在暖暖中 還是要冷 所以我們演員已經算很辛苦了 工作人員 真的要謝謝你們 謝謝導演 然後還有謝謝老闆 老闆是我看過最認真的老闆 我們幾點的班 他就幾點的班 我們下班 他就下班 然後還要謝謝這位演員 謝謝你們 謝謝 因為我明天還有戲 然後還好是還有朱大哥跟梅修姐陪我 所以大家就是有三個人 我覺得不會起目 然後很開心 然後雖然很冷 不過我覺得就是這個劇組非常溫暖 然後還有演員們也非常溫暖 就是會 呃 會 呃 泡薑茶 然後還有很多可以保暖的東西 就提供給我們演員 然後也很謝謝這部電影 讓我可以演到女鬼這個角色 沒有 因為我真的很想演女鬼 然後終於可以圓夢 然後很謝謝洪哥 謝謝小河哥 就寫妝就好了 你看很煩欸 因為我先講完快講完了 你看 你還是愛她的嘛 梅修姐說她是不是 啊 我想到哪 謝謝洪哥 謝謝小河哥 謝謝小刀哥 然後謝謝導演 謝謝朱大哥那麼貼心 然後還謝謝梅修姐 謝謝李仁哥 還有天哥 哈哈哈 不想請不要請人嗎 真的謝謝大家 真的幫我 然後你跟這麼多很厲害的前輩一起演戲 覺得很棒很過癮 然後想要 呃 這麼辛苦的電影 可以大挺成為 謝謝 因為我們假如表演 假如其他的演員也願意小一下的話 那代表說 可能還有一點點趣味性 所以也蠻開心的這樣 那 呃 所以要感謝的當然是 就是老闆 老闆 老闆 鴻哥 然後還有製作人們 還有投資方等等 這個 在這部戲真的是花了相當相當多的這個心力跟金錢 還有時間 那當然呢 呃 朱大哥真的是 就是 number one 真的 這個 因為有一場戲我要跟朱大哥對啊 那其實裡面是要跟朱大哥嗆聲的 結果他居然 真的幫 讓我就是直接狠狠的嗆他來一頓這樣 那其實我心裡面是有點害怕的 但是朱大哥就是 呃 在中間的過程當中就是說 诶 沒關係我們盡量你愛講什麼就講 說好 啊 實說白雜 拿把頭開戲 沒有 因為我戲裡面那個時候真的是很緊張 對啊 啊 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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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有了 然後另外當然還有其他的這個 這麼多優秀的演員齁 聚在一起 我覺得 呃 光看每一場戲裡面的趣味性 因為裡面真的是非常... 有非常非常多好笑的地方 我覺得上映的時候 一定會讓大家笑開玩 而且這個 好我要講票房好不好 拜託不要那個對 一定是破五億以上啊對不對 大家好 太棒了 那你們好可愛啊 好可愛好 好謝謝就這樣 我覺得我全家每一個 家裡的每一個人都比我還興奮 就是我這個 謝謝大家 那在這一次的 看一台好了 看一台好了 換一台 還給我講大聲 沒有沒有沒有 啊有了 大家在 在這一次的電影裡面呢 我覺得我做了一個 在造型上比較特別的一個嘗試 也是我 呃拍起來我覺得 很有趣的一個角色 那也很希望可以 把這個角色演得更 更可愛然後更 更喜劇一點那 很謝謝就是大家演員們 可是每次在配唱上給予我的幫助 所以 非常的謝謝 然後還有辛苦的工作人員們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班真的非常的厲害 然後好幾次 真的是真的是冷到 張超不想罵出來的那一種 但是 但是他們 不要 有心想要過 但是真的就是大家非常的辛苦 然後很敬業 然後還有洪哥 洪哥真的是從我們幾點出班 到幾點收工 他都是等著我們的 然後 問我們要不要吃 要不要喝 要不要吃宵夜 所以真的是非常 很興奮的劇組 我覺得有榮幸參與這個劇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開心的榮幸 謝謝大家 謝謝